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我们 这栋物业是一套全新双车库独立屋 室内面积有4300平方尺 大约是400平方米 主层是10尺楼高 全屋都采用了石木地板铺制而成 在餐厅和厨房之间还有一个精致的备餐区 两侧均有用风墓打造的自动观合壁橱 厨房区域则是采用了深浅色相结合的设计 备餐台的部分选用了深色作为基调 配上了上等的10英时台面 厨房周围则是选用了浅色的橱柜 搭配的白色花钢石 该物业总的面积是11000平方尺 拥有5个睡房、6个卫生间 以及超大尺寸的地下室和后花园 5个睡房都在整栋物业的二层 每个睡房都配有属于自己独立的卫生间和超大衣植 主卧套房更配有步入式、精装修的衣橱 以及豪华的5件套衣室 5毫大层层层aupt 所以它是適合你的家庭 甚至是一个住宅的房间 这个房间也有自己的洗衣室 参观完房屋的内部情况后 该物业的销售代表魏先生 又详细对我们介绍了一下 这一带的地理位置 那么这个房子所在的城市叫Pikrin市 那么就是我们南安省的一个连着多伦多的市 因为多伦多就在这 多伦多的最东边是释迦堡 那么再往北边一点 它连的是万锦市 所以跟我们华人经常居住的区域是非常的近 那么南边不远十分钟 就是非常靓丽的安大略湖 所以周末的时候 家人孩子一起去散散步 休闲娱乐非常的健康 也非常的惬意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非常有名的 红河谷的国家公园 那联邦政府已经决定投巨资 把这个公园在大力的打造修建 那么他们的生活其实很方便 因为这个房子的南边 两分钟就是highway 2 那么上面餐馆都是非常的多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 就是Pikrin的tonsan 是他们的购物中心 从这开车就是5到10分钟 那么你需要买的东西 百货公司那都有了 那么离那儿不远呢 又是沟村的火车站 生活其实是非常方便 魏先生 那我们看完这栋房子之后呢 大家肯定最关心的一点呢 还是这个要价到底是多少 这么漂亮的那种房子 它到底是多少钱呢 那么这样一个全新的豪宅 4200尺只是117万 所以价格上是非常的吸引人 没错 如果这样的房子放到有些地段呢 大概要150到180万 有的要到250多万 那么它的居民呢 差不多78%呢 是这个英语是低语言的 所以呢是其他族语呢 就显得少一点 另外呢 Pikrin呢 在你买卖房产的时候呢 它的地产转移税 只是收益上的那个 那么如果这个房子在多伦多呢 光这个地产交易的税呢 你可能就要多付189万 这个就可以省了2万块钱 今天呢 在参观王魏先生和他的同事Tilly 给我们推荐的这一处物业之后呢 给我赶出最深的一点 就是物美价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大多伦多地区呢 这个房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 花117万买到4200尺 午睡房 并且全新装修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屋 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可遇 而又不可求的事情了 并且呢 在这个房屋周围 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可以说是 简林安大略湖和 红河湖国家公园 这些周围的配套设施呢 更是给这处物业呢 增添了不少的分数 所以说如果您也认同我的看法 并且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不妨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呢 来联系魏先生和我们 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